接着要来关注的是明年总统以及立委的大选 花联立委候选人20号上午在花联县选委会 进行了花联区立委候选人号次抽签 而张美慧是顺利抽中了2号 随即也喊出了双美合体花联再起的口号 而会后张美慧也随即在市民代表庄一姐 欧燕智 田征旗以及支持者的陪同之下 以响应环保的电风车来进行扫接 恳请乡亲民众支持抽中2号的张美慧 一早张美慧的支持者与竞选团队热情满满 在花联县选委会外集结 等待立委候选人张美慧号次抽签结果 张美慧抽中2号与正副总统赖清德肖美琴同样是2号 而支持者呼喊双美合体花联在一起 总统立委双赢 赖清德肖美琴的正副总统候选人 也是2号 那花联的区域立法委员也一样 张美慧也是2号 这是一个双美合体花联在一起最好最好的一个表征 也是告诉大家我们即将胜选 希望花联的乡亲 全国的乡亲赖清德肖美琴张美慧 我们一起把台湾把花联带到正确的道路 在花联我们一定要结束夫妻轮正 这样子的一个荒唐事我们一定要让花联回到正常的政治的运行的轨道 让花联乡亲能够感受到花联的光荣 我们不要再落后台东 我们一定要让花联更好 让花联再挤 我们双美合体肯请相亲支持 肯请所有的相亲给美慧一个机会 我们换人做做看 我们让花联更好 我们要让花联的下一代的子孙 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我们一起努力 感谢今天所有的团队的伙伴 我们一起往前冲 我们即将迈向胜利 张美慧表示抽中二号对花联的支持者来说非常熟悉 而这次肖美琴参选副总统与赖清德美德佩也抽中了二号 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也代表决定新花联的时候到了 张美慧强调双美合体 花联再起 希望乡亲不用再恐惧 花联不能再全面落后台东 他们要和花联乡亲一起终结花联国的恶民 记者凌桀花联4财宝报道